環南城昨天宣布已發行價每股0.57元 向深圳國資委附屬公司特區建法集團進行配股 交易結束後 特區建法集團將成單一最大股東 據路透社引述消息指 石油輸出國組織及其盟國 移於明年2月維持每日增加40萬桶的目標不變 中石油、中石化和中海油等股價變化不大 全球Omicron疫情迅速爆發 鑑於駐港貨機機組人員檢疫要求收緊 國泰航空表示暫停全部長途貨運航班7天 包括跨太平洋、歐洲、西南太平洋、尼雅德和杜拜等 路透社日前報導 墨西哥將減購康希洛生物的中共病毒疫苗並不再續約 康希洛生物昨天表示 明年會恢復對墨西哥供應疫苗 2021年最後一個交易日結束 總結恆指全年跌3833點即14.1% ATM之中騰訊、阿里巴巴和美團皆跌 匯控和恆生銀行則亦是上升 重災區內房股如中國恆大 皆兆業和花養年均出現嚴重債務危機 受疫情及周卓華事件影響 豪島股如金沙中國、銀河娛樂 和永利澳門等股票都被大量拋售 而今年航運股升幅顯著 好似太平洋航運和東方海外 至於教育培訓股則受雙減落地易重創 例如新東方和好未來